蔡振元砍中研院预算 学者轰白色恐怖 中研院学者黄国昌发起拒绝忠实运动 没想到招来国民党立委蔡振元 扬言三中研院预算 蔡振元这番言论引来中研院自由学社 学界代表反弹 昨天开起整会力挺黄国昌 学者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只是一群有各自专业知识的公民而已 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发言 也只不过就是运用他们这些专业 来尽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而已 白色恐怖时代非常出名的共和党参议员 Joseph McCarthy 麦卡锡 这位参议员用国会的权威大肆调查恐吓 当时的民主 与美国境内的一些进步的民主分子 把他们称之为共产党的同路人 难道我们现在也出现了 台湾的麦卡锡主义了吗 你是台湾的国会议长 你们不是清理一下门户吗 台湾民主不是理所当然 不是天上跳下来 台湾民主是台湾人民牺牲奋斗 流血流汗创造出来的公共财 马英九总统应该在520就职之前 明白反对财团透过政治力 还有司法手段来干预 学术自主 或者是打压言论自由 并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 严格管束 向蔡振元立委这样的委员 行政院长陈冲 院长应该彻底调查 这个调查局是否滥用职权 并宣示行政部门 不得侵害学术自由跟言论自由 学者发起的抢救危机边缘的学术自由联署 已有近800人响应 财政院前天在脸书抠文 敢逼这些学者是跳梁小丑 他昨天受访说 不想知道他们讲什么 也没有什么好回应 动物新闻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